我在这个行业这么久 已经遭遇过很多次 我什么都没说 也什么都没做 可是第二天 新闻都非常非常的大 好像有人目睹我 说了什么跟做了什么 那 我只能忍下来 陶经营李里人六日早人爆料 女儿痘痘上个月参加篮球HBL 预赛圈音乐及上场被请下台 李里人为了护女 不仅向对手教练比出补牙手势 还破口大骂 爆料人也指出陶经营也在一旁帮枪 对此李里人承认一时情绪失控 并投文道歉 2021我会好好检讨自己 对于2020年 唯有因为情绪激动而得罪的人事物 在这里很诚心的说声对不起 快50岁了 但情绪管控还停留在25岁 而陶经营在6日中午开直播 还原事发状况 并表示自己绝对没有帮枪 还一度讲到哽咽 当时的事件就是 我在二楼 我都没有去 因为一楼其实是 家长不能去的地方 所以我就是在二楼 静静的 戴着口罩 看事情发生 然后再来就是学生比赛 然后我就 拿了两个空的宝特瓶 这样当加油吧 然后 加油的时候就很注意 就说 帮自己对加油 然后不要去有任何攻击性的言辞 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比赛完 就走了 那爆料者却说 我在旁边帮枪 叫嚣 然后说我也就是 加入了这个不理性的行为 那我觉得 非常的无辜 然后爆料者会说 我们是利用明星特权让小孩打球 那我觉得这一点 真的是蛮有想象力的 如果我们真的有那么有特权 就让他去打NBA了 没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事实还原给事实 然后理性还原给理性 那至于人家说 为什么你女儿国中会去打高中 这一点我们也都不知道 就是详细的规则 但是学校的社团 是国中高中一起打 然后就因为学姐不够人数 就说学妹一起来这样 那我们只是家长被通知说 小孩 你的小孩有打 那我们就去加油 就这样 所以没有什么特权不特权这件事情 我在这个行业这么久 已经遭遇过很多次 我什么都没说 也什么都没做 可是第二天 新闻都非常非常的大 好像有人目睹我 说了什么跟做了什么 那 我只能忍下来 但是这次真的是老李忍不住了 那 所以他确实有激动 那这一点他也很勇敢的认错 也道歉了 那但是为什么 我或逗逗也都被 有一点算是 算妖魔化吗 就是说你这个妈也是一样 你这个女儿也是一样 你们是有特权的 你们利用你们自己什么光环什么什么 我觉得有点 有点 承受不起 因为 家教圣言 然后我也常常 不希望我的孩子 跟我有一样的命运 就是 没有做的事情 要被人家说 所以我会一直告诉 豆豆低调 低调再低调 我知道我跟李忍是夫妻 有人说夫妻是一体的 那但是 我觉得 如果说什么事情 都是 绑在一起 比如说 他的努力 我也沾光 或是他的冲动 我也一起冲动 我觉得是有一点 失控的描述 所以我觉得 请大家让 理性 还是就是 该道歉的他也做了 那 没有做的 请不要抹在我们身上 我已经告黑了 有看到吗 对此爆料 学校坦承是 暴民疏失 而这次的风波 主办单位 也已经进入处理程序 完全乐 中萌姐报导 关注力量